本次左翼冬奥会火炬的太空之旅将会创新奥运圣火传递历史上的新纪录 而在过去的历届奥运会上圣火的传递也是充满了各种亮点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起 在奥运会圣火传递的历史上 最初都只采用跑步传递的形式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新花样和地方特色涌入了圣火传递 1952年的奥斯陆冬奥会上 擅长滑雪的奥运人首次用滑雪的方式传递圣火 1988年加拿大卡尔加里冬奥会在北极圈内利用雪橇进行了圣火传递 除了滑雪滑冰等方式 圣火的传递还使用了马匹 骆驼 法拉利赛车 中国龙舟等特色交通工具 此外圣火传递的路线也开始向空中延伸 1992年法国阿尔贝维尔冬奥会 圣火传递使用了协和超音速飞机 而1994年的挪威利勒哈姆尔冬奥会 则是首次由火炬手在跳伞途中完成传递 科技创新也使火炬传递的方式越来越富有想象力 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 圣火在希腊点燃后 其热能被转换成电波信号 经由卫星传至加拿大 再转化为激光点燃火炬 完成了首次无人传递 2006年悉尼奥运会的火炬传递中 澳大利亚海洋生物学家手持特制的火炬 完成了长达三分钟的水下传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 诺